已经把radio button讲完了 然后我有多讲了一个radio button的其他的应用 我是把它放在进阶的advance里面的叫做assetsEX radio这个范例里面 有兴趣的同学刚刚也有把它对 而且有些同学对这个范例还蛮有兴趣的 里面的话基本上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当然跟其他的东西是基本上是一样 最重要是这个地方我刚刚讲到了 就是input tree这个类别其实是java类别 然后它主要是算总共你这一个读进来的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它是放在那个我们的assets里面 这个幕幕里面 那档案其实是借由上面的比如说unclick 就是unclick的时候去判断说到底点的是哪一个档案 如果是RB01就是第一个的话 那我就是把test01.test就这个档案把它开起来 IeState推移 那里面的话读到这个档案放在buffer 最后把它再转换 把这个buffer最后再转成一个字串 然后放在testview里面显示出来 我想这个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甚至将来呢这些档案 有没有可能放在那个 不要放在assets里面 放在网路上面 所以将来这个版本可以改写 怎么改写 把这三个档案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网路上面 有三个档 然后我可不可以 有一个web server 那我把连到那个web server 把这三个档抓下来 然后呢 放在testview里面显示 可不可以啊 那怎么做呢 我想后面再来改好了 应该大家都 好像对这些都比较有兴趣 不过有些我讲过啦 你不可能中间空掉的 所以慢慢一按部就班再来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就是说 有关那个单选还有checkbox checkbox里面的话 请各位一样练习一下 就是checkbox这比较简单 这个是属于多选 所以在我们画面里面的话 请建立CB123 那这个是多选哦 也就是说你勾的时候 它一定有可能多选 所以呢 如果说底下也有讯息提示 那这边的话呢 我多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那个 我们在value底下有一个string 就是呢 把上面看到所有的讯息呢 通通都变成什么呢 变成string 所以刚刚有同学好像有把它打开 但是有错为什么 因为呢 少了这个就是说呢 一个字串 那我将来必须连接到那个字串 所以多一个动作就是 在这边string 里面放这些讯息 然后呢 最后把那个相关的动作实做出来 那特别注意哦 我要怎么样去取得那个字串 并且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我们来看 基本上我们demo一下 给各位看 基本上哦 看到类似像这样 选篮球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有篮球 共一项 打勾足球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有篮球 足球 共两项 打勾 篮球 足球 棒球 共三项 所以你变成还要多一个变数 什么呢 算总共勾全几个 勾一个 加一 勾一个加一 几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篮球 足球 棒球 他如果打勾 把这个项目加进来 OK 不过可能缺一个功能 就是什么 中间要加盾套 或者最好是中间加空白 不然没有空白 感觉怪怪的 全部混在一起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那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第一个 把界面先做出来 第二的话 城市里面呢 有哪一些重点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Checkbox里面的话 那Source里面 我们大概看一下 里面比较重要的 不外乎就是宣告 这个跟前面一样 他们一定是Checkbox 然后一个Test View 另外的话连结 这个我想应该也没问题 再来的话就是事件 那因为事件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那个Radio Button 我们可以在Radio Group里面做 所以可以不需要 所谓的那个共用事件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像有123 那你这边呢 会需要建一个所谓的My Listener的一个所谓的共用事件 那这个共用事件要怎么建立 特别注意 你不能说这个地方 你随便就把它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它的位置一定是在 这个大瓜湖 一定是Activity 跟那个什么呢 大瓜湖 跟这个大瓜湖的中间 一定要放在Activity内部 这个我刚刚讲过 内部类别 那内部类别里面 如果说你要建一个内部类别 让其他的那个Listener去使用的话 那你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建立一个叫Checkbox On Click Listener 名称叫做什么 My Listener 那其他要怎么去呼叫他 这个地方我们不是用匿名物件 前面的话我们是用匿名物件 就是直接在这边 New一个Checkbox On Click Listener 可是现在的话呢 不叫匿名物件 它有名字哦 它的名字叫My Listener OK 然后将来的话可以在上面使用 这个是 非匿名物件的宣告方法 底下当然也会出现 所谓Unchecked Change 的一个那个方法 实际上你打完这一串 就是 New一个什么Checkbox Unchecked Change 后面的话呢 你就加上一个所谓的大瓜湖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应该是传一个参数 然后一个大瓜湖 一样的方法 将来一样你把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它应该会出现 不过这个是Eclipse版本 如果说你在Android Studio的话 按Auto键加Enter 它一样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产生底下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那个Unchecked Change 就是当点选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去判断 它总共有几项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变数是 String 阵列 自串 这个是一个自串 自串阵列 实际上它是一个阵列 然后呢 预设值给它清空 另外的话呢 有S1 S2 S3 里面也是清空 那我要另外还多一个 就是总共它选了几个项目 这个的话我是建一个N 这个N的话呢 一样是一个 所谓的那个Int的一个整数 那里面的话呢 当它CB1被点的时候 那我就N++ 去取得什么呢 取得S1 到哪边取呢 因为我是把那个 这个自串放在那个R里面 这个地方R里面 所以我去把那个R里面抓到 这个里面应该是篮球 或者你这边打一个篮球 反之的话就清空 一个、两个、三个 那最后的话呢 你就再把这个结果给输出 把这个1233个串在一起 并且把它输出 那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叫Check Box 复选部分 好